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署了合作的宪章 那巫统跟伊斯兰党就正式结盟了 并且以五大共识作为一个合作的基础 正式结束两党长达42年的一个敌对的状态 那他们就誓言要推翻并且取代西蒙政府 特别问一下蓝主编 你怎么看待这两党的结盟呢 他们组成的是超级摆设阵营的发展 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异味 因为巫统丢失政权之后 也预料到会有这一方面的发展 因为在早前两党已经有了默契 已经有了默契在那边 就是在上届大选的时候 以三角战尝试分散西蒙的选票 可是这个算盘打不响 巫统失掉了政权 那么伊党则在东海岸 以及马来腹地 比如说吉达 然后邓家罗 还有吉兰丹 高宙凯歌 那么大选之后 乌一就认为说有这个必要结合 然后争取更多的马来票 以一对一的方式来对待西蒙 来对垒西蒙 那么这一次 他的这一个方案 在补选中 已经开始看到了他的成效 那么乌一合作 或许可以拿下多一些的议席 特别是在那些朝野势均力敌的咒诅 比如说像吉达 或者是像霹雳 但是难以赢得更多的非穆斯林支持 除非两党在这个关键点上 能够强化他们的多元特质 或者是等待西蒙犯错 但是这两个条件 很大的可能 不会这么轻易的出现 乌一两党在合作宪装当中 并没有另取新的一个联盟的名字 也没有提到说 会采用共同的标志或者是旗帜 不过乌一在国阵及和谐阵线的盟友 比方说马华国大党 还有爱国党 其实都有派代表出席活动 这也表示说 他们是认同这一项合作 那乌一结盟真的能够组成下一届的政府吗 他们是根据509大选的成绩 得出来做出来的政治决定 因为当时如果把两个党的马来票 加在一起的话 他们获得70%马来支持率 不过能否赢得下一届的政权 其实说不准 不过两党的领袖 跟他们的策略家认为说 这是有机会的 只要结合团结起来 就是这样 就能够把西蒙给拉下来 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下一届大选 可能是在2023年举行 还有至少三年的时间 当中出现了许多因素 还有变化 那么将如何改变的这一个证据呢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乌一两党能否走出 他们赖以生存的种族跟宗教牌 就是都二 如果继续打这都二的这个牌的话呢 未来的路只会是越走越窄 走不出明天 刚刚蓝主编就有提到说呢 其实在下一届大选来临之前 会有很多的变数 那其实现在有哪一些议题 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呢 这些变化和不确定的因素呢 可归纳成三个 第一呢 就是年轻选民 18岁的首头族 他们的投票倾向呢 到目前为止都难以捉摸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巫统跟一党内部的这个变化 目前巫统有多位领袖 比如说他党主席阿玛赛 还有国阵的总秘书东顾阿娜 都陷入贪腐的官司案当中 同时巫统本身呢 也被指出现唯利的情况 那么他会不会 招ROS社团注册去吊销注册呢 这是一点我们值得关注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项呢 就是未来三年内 巫统跟一党都可能进行党选 到时就会有新的一批领袖出来 那么对巫医结盟 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新领袖出来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推动另外一项 他们认为更符合当时时局的这个政治部署 那么新领袖就会有新方向 还有新路线 两党其实都在竞争同样的马来群众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希盟的表现 希盟如果善用接下来的三年执政时间 改善经济 兑现承诺 然后竞选宣言 不要再挑票 不要再有太多的优等 然后坚守中庸 包容路线的话 希盟有执政党的优势 可以做出更多 那么我们未必能够赢得更多的马来票 或者是非马来票 在这一项两党合作的宪章当中 我们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点 两党签署的合作宪章里面 有五项的共识 那其实并没有过度强调 马来人还有伊斯兰的议题 都是以联邦宪法的完整性为主 那也没有重提伊斯兰刑事法案的事情 蓝主编 他们到底在打着什么算盘呢 这个发展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强化马来穆斯林的支持 同时也要争取更多非穆斯林的认同 这其实是两个极端 你是保守的 但是你又要穿上中庸 开明的外衣 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进入人格分裂的情况 那么 那无一两党的领袖呢 很难像非马来人或者是非穆斯林 展示他们中庸开明的形象 他们的结盟就把自己限制在马来人 以及穆斯林的群体当中 他们没有提成这个伊斯兰刑事法 就是RUU的这个法案 其实做法是正确的 否则的话 你不只会下走非穆斯林 同时也让一些中庸开明的穆斯林内心 感到不安跟焦虑 那么他们担心说 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伊斯兰政策给推出来 乌伊两党尝试两边都逃 喊巴朗都要 但你选择宗教跟种族的路线 其实也限制了你的市场发展 不要忘了东马沙巴和沙拉越 对伊党其实没有好感的 过去60年当中 巫统都主导着国内的马来政治 如今乌伊两党结盟之后 巫统会否把 吉打跟东海暗中暑 比如说吉兰丹 还有登加楼 让给伊党 因为伊党在这些地方 他都有他的强处 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强区 那么至于伊党 他们会不会愿意放弃掉 走入南马的最佳时刻 比如说圣美兰 六甲跟柔佛 让给巫统 因为这些都是巫统的强区 这些都是政治上利益分配的策略考量 非常棘手 同时两党的基层 也未必能够真心合作 乌伊结盟对我国的政坛 又会带来这怎么样的一个新的局面 它是一个新格局的诞生 来界大选将会出现一个 以乌伊两党为主的 马来穆斯林阵营 对垒西蒙四党 走中庸路线的这一个阵营 这是单元对待多元的对决 是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的这个抉择 尽管乌伊合作强调 他们强调是国民团结 共识之类的东西 两党领袖也不断的消毒 说不会边缘化任何的族群 不会对种族宗教带来分裂 或者是隔离或者是对立 但是以穆斯林团结为触发点的集会 加上浓浓的马来民族主义 还有伊斯兰特色 他们的这个色彩 显示两党的合作基础 是建立在种族跟宗教的这个议题上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快速的来跟进一下 我们现在国内日益恶化的烟埋问题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